Hello 那老规矩 请大家把签到打在屏幕上 首先 问你一个问题 你平时拍摄会使用ND滤镜吗 大家可以把答案打在公屏上告诉我 之前的节目中我对于无人机的ND滤镜做出过一些解答 但是我还是会收到很多的评论 大家对ND滤镜的使用还是很模糊 还有很多朋友问到为什么我拍出来的航拍影片或者是Vlog影片 看起来会有电影感 而自己拍出来的没有 那么这期视频我来详细的给你说明一下 首先 在说ND滤镜之前 我们需要弄懂手动曝光 为什么我们需要手动曝光 而不推荐自动曝光 第一 自动曝光会让你的画面忽明忽暗 明暗不定 比如这个画面最具代表性 当无人机从下往上拍 画面会从亮变暗 这个是我们后期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也很难在后续去修复 不管是无人机还是相机 就算是手机 如果使用自动曝光就会遇到这个问题 第二 自动曝光没有电影感 我们所说的电影感到底是什么 除了拍摄角度构图颜色之外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叫做动态模糊 这里有两个画面 当我们按下暂停时 一个画面是清晰的 一个画面是模糊的 那如果大家有认真的观察过电影画面 当你按下暂停键 运动的物体一定是模糊的 而不是清晰的 这就叫做动态模糊 也是我们制作电影上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在很多电影后期公司招聘的时候 也会需要应聘者了解什么是动态模糊 那么为什么你使用自动曝光没有动态模糊效果呢 接下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 你的快门速度的设定 一般曝光会加快快门速度 从而得到一个正确的曝光效果 但是因为快门速度和曝光是自动的 也就会造成画面的阴晴不定 加上快门速度过快 画面就算暂停下 你得到画面也是清晰的 而没有动态模糊效果 那么连贯起来看整个物体的运动过程 就会是闪烁和卡顿的 不流畅 也就是没有我们所说的电影感 这里有一个公式 我也在之前很多视频里面重复的说到过 如果你想得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动态模糊效果 当你决定某个帧率拍摄视频之后 你的快门速度需要设定为帧率的两倍分之一 比如我们拍摄电影常用的24帧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快门速度需要设定为48分之一 如果你的设备上没有48分之一 我们就选择最接近的比如说50分之一 如果你用60帧拍摄 相对的 那么你的快门速度是多少 大声告诉我 对了 120分之一 好的 那么在了解了动态模糊之后 我们回到ND滤镜这个话题上来 为什么要使用ND滤镜 因为当按照我说的这个方式设定好你的手动曝光的参数之后 如果你是在户外拍摄 你会发现你的画面是过曝的 因为快门速度降低了 相机的进光量就会相应的增加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ND滤镜 你可以理解为给你的镜头戴上了一个太阳眼镜 从而得到一个明暗适中 又带有动态模糊的画面 那么怎么去选择ND滤镜呢 对于使用无人机的玩家 如果你是大疆的设备 基本上白天的情况一个ND16的滤镜基本足够你使用 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早上或者傍晚 ND16可能会太黑 你需要再购买ND4或者ND8 而Pocket的用户白天基本上ND32能够满足大多数的场景 而DSLR单反无反相机的朋友 我会建议你购买两款 一款是2-32的一款 还有一款是2-400的 这种可旋转调节的ND滤镜会让你节约不少钱 而且鞋带会方便许多 那么很多朋友也会产生一些疑问 既然ND16或者32就能满足很多场景的使用 为什么我们会需要ND64或者ND400等等这些特别黑的滤镜呢 那我们来看一组相片 这些照片都是常曝光的照片 这个时候如果是ND16或者32就无法满足你的需求 因为快门速度不再是帧率的两倍分之一了 对于这种长曝光的照片 快门打开的时间会更久 金光量会更大 那么如果你使用的是一般的滤镜 你最终的成像就算是暗光环境依然会过爆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使用更黑的滤镜来达到这种长曝光的效果 再来看这一段延时摄影是我用DJI Pocket 2所拍摄的 夜晚在高速路边 延时摄影有别于视频 延时摄影我们运用的是多张照片在后期合成出的结果 那么想拍出这种带有光轨效果的延时摄影 每张照片我们都需要做长曝光的处理 那么我设定的快门是6秒 如果你使用的是ND16快门打开6秒钟的时间 你的画面会非常的亮 但是当你换上ND64之后 你的长曝光的最终成像效果才会是你所需要的那个样子 而这全部的内容也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数字或者是例子作为公式给到你 你都需要在拍摄前不断的尝试 但是比如说视频调整好手动曝光参数之后 ND滤镜用多少看起来画面才会合适 或者是晚上的延时摄影 换不同的滤镜拍摄单张的照片来看一下是否是你需要的效果 觉得满意之后再正式开拍 综上所述就是关于ND滤镜的一些使用技巧 那么希望你会多尝试 从而能够得到自己的一套这个ND滤镜使用的方法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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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